现在做任何事情拥有一技之能可以说是越来越重要了 无论你是学生还是上班族 学习一些专业的软件技能 不仅可以帮助你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 还可以赚取额外的收入是一举两得的事 如果你还不知道学什么技能正在寻找方向的话 今天的内容会给你一定的思路 我给你介绍的这五大类软件 它们的应用场景比较多 市场需求也比较大 掌握这些技能之后 不仅可以去寻找相关的全职工作 也可以接单做兼职获得额外的收益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主要是跟你分享个人创业 网络赚钱以及学习成长方面的内容 如果你对这个内容感兴趣 请千万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顺便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你就不会错过任何能够帮助你赚钱成长的好机会了 第一类就是做图软件 主要有PS和AI 首先来说PS其实就是Photoshop 它是一款专业的图像处理软件 对于平面设计师 摄影师等职场人士来说 这是一款必备的工具 比如说Photoshop你可以做的项目很多 比如说你可以给影楼电商商家专门的摄影工作室 提供PS修图后期处理 另外就是你可以到我之前的一期内容里介绍的 创刻贴 蓝设计等图片制作平台 去制作一些海报的模板 电商的模板 banner的模板 来获取平台的收益 除了PS之外 更大的应用场景的是AI这个软件 那AI主要是一款矢量图形的制作软件 常常用于web网页制作 logo设计 品牌包装 书籍排版和广告牌制作 产品原型图等等领域 取会AI之后你可以去接一些商业插画的外包项目 你还可以制作logo等图标来获取收益 这个在我上一期节目里面就专门介绍了几个图标平台 第二大类软件是视频处理的软件 包括PR AE还有像剪映等等 PR是一款专业的视频剪辑软件 它的功能非常强大 它主要是用电脑来处理视频的 学会PR你可以去制作优质的短视频 微电影做视频类课程 它是视频剪辑师必备的工具 你可以通过一些平台去接视频处理的项目 如果说你对电影剪辑混减感兴趣的话 那么你自己也可以做专门的电影剪辑员 上传你自己的短视频到一些视频的网站 然后获取广告分成的收益 如果说你自己喜欢拍短视频的话 那你也可以成为短视频的达人 比如说在抖音这样的平台 那你还可以去带货赚运金 当你的粉丝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 当然你也可以去接品牌广告 除了PR之外 AE是一款专业的图形视频处理工具 它可以制作各种文字动画 视觉特效 动态图形等等 那你学会AE之后 就可以作为视频的特效师 比如说我们在一些短视频平台 看到的很多特效的制作 这些都是特效师的解作 作为一名特效师 你可以上传自己的AE模板 到一些网站来获取收益 据我所知啊 有一些特效师 光靠出售特效的模板 就可以年入几十万 那关于视频剪辑 我自己经常使用的软件 叫做剪映 它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 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如果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我很少会开电脑 用PR去剪辑 大部分都是通过剪映完成的 剪映呢 是今日头条配套抖音 专门推出的视频剪辑方面的软件 我觉得可以说是傻瓜级操作的 不论是基本的剪辑 还是一些特效 转场 以及贴纸 人字处理功能已经非常齐全和强大了 同时呢 在剪映里面还有很多模板 你可以一键制作你想要的效果 如果说你有非常棒的特效制作的技能 你可以在剪映平台 去提供你的特效模板 去申请走音验证的特效师 当有人使用你的模板 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你的模板 你就可以去获得模板分成的收益 跟其他几款电脑使用的软件相比 应该说是简单了好几个等级 以上三个PRAE以及剪音 就是几款比较主流的视频处理的软件 第三类呢是音乐制作软件 这里我主要给你介绍的一款叫做Logic Pro X 它是苹果公司旗下的一款专业的音乐制作软件 它提供了大量的插件 可以用于录音 作曲伴奏混音等等 可以说是目前市场上比较好用的一款编曲写歌的软件之一 如果说你对音乐创作感兴趣的话呢 你就可以去学习相关的知识软件 成为一名音乐人 目前网上有很多平台都对音乐人有专门的扶植政策 比如说网易音乐人 酷狗音乐人等等 作为一名音乐人 你可以通过出售你的音乐版权 获得广告收益 以及一些点播计划演出等等来获利 同时呢 你还可以收获很多的歌迷粉丝 当然了 你也可以给一些企业提供音乐制作的服务 第四类啊 是我们作为职场人士 大家都比较熟知的 就是PPT制作 PPT呢 我就不多介绍了 我相信每一个无论是学生也好 还是职场中的人也好 大家一定都知道 PPT这种技能 你必须要非常优秀和突出 才有可能通过它来赚取收益 比如说你制作PPT的模板 可以到一些专门的PPT的网站 去出售你的模板来获利 我也见过很多人 去教授PPT制作的课程 那这也是不错的沿线方式 还有呢 就是你可以去接一些定制的PPT项目 比如说像一些企业 会有路演的需求 演讲的需求 他们就需要非常精美的PPT 如果说你的这个技能 非常的优秀的话 甚至就有可能接到这种商单 通常这种商单的回报 都是很高的 每页PPT能够达到几百到 上千价的收益 第五类软件呢 就是音频制作软件呢 关于音频类的平台 那我有专门的两期内容介绍了 如何用声音赚钱 虽然像喜马拉雅平台呢 你可以自己直接的来录音 但是如果说你会专业的 声音处理的软件的话 那么你的音质的效果 就会非常好 而且你也可以对你的音频 去做降噪等后期的处理 去提升你的音频的质量 Audition就是一款专业的 音频制作的软件 它可以去帮助你打造 专业的音频作品 绝对了这款软件之后呢 你不仅可以去帮别人 来制作音频作品 同时你自己也可以成为 一名有声主播 录制自己的声音作品 上传到喜马拉雅 立志FM等等 专门的音频平台 收获你的听众 通过广告分成等来获得收益 好了今天我一共给你介绍了 五大类八种专业的软件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 来选择相应的软件 从基础入门开始学起 慢慢慢慢的去经济你的技能 相信随着你时间的投入 你一定可以去掌握它们之后呢 你就无筹没有变现的渠道了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 请记得点赞 也欢迎你给我留言 告诉我喜欢哪些方面的信息 我也会去寻找 相应的一些资源介绍给大家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那咱们下期见 拜拜